在台北市长蒋王安主持尖交下 台北市警察局八位分局长及大队长完成交接走马上任 对外界关切U-bike前30分钟免费措施何时恢复 蒋王安表示目前相关预算已经经台北市议会交通委会一读通过 提升建策率的大数据分析智慧化管控措施 去年底在士林信义两区事半也获得九成建策率的成果 今年1月起将扩大到全市各区办理 因此如果预算顺利获得台北市议会二三堵通过 最快农历年前就有可能实施 首先我要谢谢交通委员会的议员 他们愿意支持我们U-bike前30分免费的预算 我们很希望让议运书最后一礼路 U-bike成为市民朋友最实惠的选择 所以我们会在交通局的预算 在议会大会确定通过之后 以及我们完成相关系统调整 就会正式对外宣布这个好消息 那当然我也想跟市民朋友报告 我们在用大数据分析智慧化的管控上面 我们也有了成效 去年11月开始我们先针对士林还有信义两区做示范 那到12月这两区的建车率达90% 所以我们从1月份开始就会扩及到整个台北市 各区做智慧化的管控 当然我们也会根据大数据分析的基础 滚动式的做调整跟修正 希望让市民朋友借车用车的体验会更好 所以市长U-bike前30分免费 有没有可能在农民年前送民众一个礼物 有可能啊 有可能 但是我们当然也是需要看议会审查的过程 还有我们整个系统能够加速完成调整 我们就会对外宣布实际上路 对台北市警察局各分局在选后进行大调动 角安也提出四大重点工作 包括交通安全联加速行人友善计划 落实新生代打击诈器策略行动 深化妇幼安全保护工作 及贯彻警政扫黑工作 还有交通的顾面影响 第二 我们要落实新世代打击诈器策略行动 结合各局处 成立的打诈台队 强化分工分座分零分层的缺檔 提升市民市炸防战的力量 加上查期诈器 持续经济市炸 足炸 折承诈各方业的策略 达成减少接触 减少物性 减少损害 散减目标 第三 深化台北市 雇佑安全保护的工作 与提升市民安全 第四 惯赦警政扫黑的合作工作 第二次由警察局长 亲自同同主席成立的扫黑 专责队 透过行事整合 区域联合的措施 网伴收集各方的资料 位置分析之后 并且运用第三方警政 针对邦派为视 经营或秘密的场所 实施联合绩查 及行政裁网 系统系的执行扫黑 斩断护法经流 回顾城市之安 蒋安表示 在警察同仁积极努力下 台北市自安城国 捕获好评 在一项全球安全城市 评比中 台北市更在424个城市中 获得第四名的好成绩 他期许警察同仁 持续落实各项重点工作 打造台北成为安全之都 记者张祈腾 台北报导 杀伯断 铁医院 凝乱 中文字幕——YK